每天都在買休旅車 但是你可以有更不一樣 而且更聰明的選擇 那近期呢 在台灣的市場裡面 有不少新車改款的消息 你想要大空間的車 但是你真的一定要買休旅車嗎 如果你喜歡歐洲車的話 相信你應該有在關注這一台 這可以說是歐洲新時代的 這個輕旅的新標竿 來看看Skala改款的消息 Rick你本身也是Skala的車主 那當然我們在買車的時候 都很看顏值 那Skala改款之後 有哪一些外觀的新亮點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在外觀上面 從車頭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次的Skala是真的很不一樣 因為這次的改款 它從整個水箱護罩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 它目前這個是用斷黑的材質 你看看這個水箱護罩 一般我們看水箱護罩不就黑黑的一塊嗎 其實沒有 就是細節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正面的部分 其實是用亮面的這個黑色的材質 像鋼琴烤漆 跟側面不一樣 之前好像是比較霧面的 對 所以它變成說 它光是水箱護罩 可以用雙材質來呈現 所以其實更有質感 質感會更好 同時水箱護罩也適度的進行一個放大 加上這個原本的鍍刻的邊框 看起來就是比較有質感 比較有霸氣一點點 對不對 其實它為了這個黑化的東西 我覺得黑化的東西 在這個車色上面 這個算是水泥灰 像水泥灰 沒錯 其實在這個車上面 其實更能夠凸顯 它車身板件的一些立體的折線 比如說我們把視線往下看 你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它的連這個 它的氣壩這邊對不對 然後其實 也是全新的形式 對 全新的形式 然後連這個原本這個霧燈的方 霧燈的這個位置有沒有 OK 原本它原本應該是一般的露出燈泡 它現在已經變成LED 全LED 而且是屬於橫條式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它的眼睛 這次的車型全面就是標配 MATRICE LED頭燈 這個頭燈厲害了 我跟你說 之前我買車的時候 你一定要早鳥優惠 一定要搶到早鳥優惠 你才有辦法去選這個頭燈 現在SCALA是幫你標配在上面 然後它這個頭燈 基本上當然有一些遠近光燈的 智慧型的一些遮蔽等等 然後切換等等 同時它的原本的LED日行燈 從原本上面的一條 變成上下有沒有 有點像交錯的那種感覺 對 它整個形式是完全不一樣 甚至於它在面積的部分 也做的體積比較小 通常比較高科技的頭燈 就會越來越扁 不會像以前那種很大一個面積 就會佔據你的車頭的大面積的話 看起來就會稍微笨重一些 所以其實在我們 即便我們現在就是開像這樣的一個 大概4米3不到4米4的 這種線背車 這種中型車 其實在市區行駛 不管是 我覺得可以因應非常非常多的路況 你已經有了這個MATRIUS LED頭燈之後 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 甚至在路況比較不好的地方 燈光照明環境比較不好的地方 其實它都可以幫你照亮前方的視野 是 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們以往 就在試那個Skoda的車 都會喜歡晚上的時候 去特別試它的MATRIX LED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尤其眼鏡不太好 現在人眼鏡都不太好 真的很需要這樣的高科技配備 是 那種視野好 開車就安全了 沒錯 對 那我們來看看車側的部分 那其實在整個車側的部分 它還是一樣保有我們之前 我們向來針對這個品牌 它的水晶切割的這種車身線條 那該有的比如說 你看從折線葉子板上緣這邊 是一路延伸到車尾的 所以你看到它其實車面的線條 造起來是非常非常漂亮 那這次搭配的這個是 17吋的圈袋配置 其實它的十幅是放射狀 其實也幫這台車 增添一些運動氛圍 跑起來就很有動感的感覺 是 當然我們這個顏色的話 我們看到還是有一些 比如說是選配的部分 那比如說像這個全景式的 玻璃車頂 玻璃車頂就是選配的部分 但是這次我真的覺得 在上市的時候 大家知道買Skoda就是 有一些早鳥優惠 早鳥優惠一定要搶 為什麼當初我買車的時間 是搶早鳥優惠 一定的 現在大家都會聰明 因為除了價錢非常香 CP值非常高之外 配備也可以給你非常滿 例如像什麼這一次 例如像這個駕馭的套件 它基本上它有一個動態的 駕駛樂趣套件 就是包含比如說它那裡有電動座椅 然後方法的換掌撥片 然後動態駕駛的模式 這些都是在這個套件裡面 待會帶大家進車內可以看一下 對 真的要搶一下 好像講到車內 因為這台車的軸距 是超過兩米六 來到2649mm 這個軸距其實是中型 目前中型轎車的一個標準的軸距 甚至於中型SUV 也是這個軸距差不多 對 所以請觀影來說 它後面的部分 看它的後座空間 一般成人坐起來是什麼樣 好 一般我們認為說 像是譬如說鮮貝車 或者是其實我覺得 Sugala更像是鮮貝再加上旅行車 雖然說我們坐進來 稍微它的車身因為比較低一些些 對不對 可是因為其實也有利於操控 那坐進車內 真的耶 是 其實有體現出來 你在乘坐的空間裡面 它是真的是中型極具的車款 對 它其實在我們後座的部分 現在觀影西部的空間 起碼有兩個拳頭以上 超過 沒錯 對 兩個拳頭以上 那該有的 一般我們家庭用車 想要享受到的 比如說空間的部分 舒適的機 比如說它有後座出風口 有 也有 兩個Type-C的充電孔 對不對 沒錯 然後它的椅面的部分 我覺得很貼心的地方是 它椅面坐得比較長一點點 對 你看 所以不管是大人小孩 基本上它的一個 大腿的支撐性 大腿的支撐性 其實是會比較好的 那也有利於我們長途的乘坐 對 同時椅面 還有一些防滑材質 給大家看 你看它這個椅面 雖然就是它為了讓它舒適 對不對 對 旁邊它的包覆感 雖然沒有那麼多 可是你看它都有做防滑 你看這邊有一個防滑 對 所以就是你坐在後面 不會說因為 比如說過彎的時候 身體會在那邊晃來晃去 然後或者是屁股 在那邊滑來滑去的感覺 對 像可以讓後座的乘客 坐起來比較舒服 然後假設你有選 這個全景式的一個玻璃車頂的話 後座的成員 你這樣往前看的時候 你上方的視野是非常開闊 非常舒服的 而且頭部空間也變得更好 我覺得這個蠻值得投資的 這個玻璃車頂 所以有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先備車可能後座 不管是它的怎樣的 車體的設計 C柱怎樣 會可能比較局促一點點 但其實你在Scala身上 你看不到這些缺點 對 我覺得這台車 它就是集結了先備跟旅行車的優勢 對 所以基本上 它在車內的空間 雖然它不到在4米4左右 對不對 對 但是它的車內 因為敗軸距之刺 所以它可以有同級乘坐空間 是最大的表現 我覺得它就是怎麼樣 先備車的車型 但是又旅行車的車格 對 是 很特別 也可以算是跨界 對 然後再來就是後 我們在車尾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尾燈也一樣 都是全LED的設計 有時候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既然全LED的尾燈 大家都知道了 對 比如說它的方向燈 可能是LED的 可能是動態的序列式的LED的 這種方向燈 其實它連後霧燈都是LED的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有些車是它看起來是LED 但是它也在小燈泡的部分 它就給你用霧燭燈 傳統的 看起來就是 觀感會差一點點 但是其實它就是 全部都是LED 看起來非常好 然後大概車尾部分 它的一個亮點 我覺得是 它的後擋風玻璃 它基本上是延伸的 有點像是我們那種 無邊框的那種感覺 是 它是整個延伸到 後行李箱蓋這邊來的 對 而且整個看起來更利落 對不對 對 然後你家整個是一體式的這種 有種像曲面玻璃一樣 我們現在有種很常講曲面玻璃 它原本後面就是一個曲面玻璃 我覺得真的有一個好處 就是有時候因為你有框 就很容易積一些 比較髒東西 泥沙之類的 是 那比較無邊框 它就直接滑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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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後擋風玻璃 你把那個玻璃度膜做好之後 你就不用怕會卡一些五公 對啊 這個設計很好 這設計這樣 敞愛洗車的人知道我在講什麼 聰明了就懂 對 然後再來是 它的一個敞灰的部分 它是用新的字體來呈現 所以Skoda整個就常在 就在我們後行玻璃的正中央 然後其實在下保管的部分 它也是因應的 這次想要強調一些 比較年輕動感的運動氛圍 所以它還是有做一些 不同材質的包覆 甚至有考量到 空氣滤學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這一次改款 在外觀上面 真的變得更加的運動化 而且更年輕化 也是消費者所喜歡的外觀的改款 對不對 是 好 看完了外觀的改款 新亮點之後 接著我們新車內 這一次Skoda在內裝的進化 我覺得跟剛才Rick在幫我們 在外觀介紹的是滿一樣 就是在一些細節跟質感面的提升 還有我覺得它在數位科技 跟傳統那種按鍵的平衡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的一個示範 對我們這種老司機來說 或者是很多喜歡開車的 我覺得它這次的進化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參考一下 首先我大家都知道 現在都要數位螢幕了 那它這個10.25吋的數位螢幕 同樣 而且它可以透過我方向盤 右下方的這個按鍵 它去切換五種的不同的模式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顯示模式 還有就是可以很簡約的模式 對於女生來說 我不想太多資訊的時候 我可以切得非常簡約 對 然後自己來選擇 你看 很簡單 反應很快 對 像我們這種傳統喜歡那種雙環 它也是有保留這樣子的介面 好 那除此之外 方向盤的部分 我也覺得滿多可以跟大家分享 首先是什麼 它這個造型其實在整個設計 你看 有這種類似打孔的 還有這種握持的方向 甚至連平底的部分 我覺得都有一個很好的質感 而且很有運動化的感覺 很有運動化 那這次還是用電容式的設計 就是它會用重量跟溫度的控制 因為有一些 不是這種電容式設計的方向盤 那如果你開啟像是Level 2的系統的時候 你可能也要去動一下它 系統來會認為說你手是在方向盤上 那如果電容式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這樣放著 它都會感應得到 這一點我覺得也是進步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中控台也是這一次的升級 重點是原本是8吋 然後升級到8.25吋 那可能有些消費者會認為說 那這個0.25吋的差別其實是有的 因為它整個針對它整個質感 內部的這個細緻度 以及它的長寬比例去做調整 所以再加上它整個這個螢幕的擺設跟比例 我覺得跟整個空台的融入度是好的 它不會很突兀的就是這樣一塊平板展在這裡這樣 對 那整個內裝像比如說剛才說到這個部分 像8.25吋裡面也有像是我們手機的功能整合 雙系統它都是可以無線跟有線的連結 還有一個很棒的就是說 它的倒車顯影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關鍵就是它右邊有四個模式 如果你要路邊停車或者是你要倒車路庫或等等的 其實它都會顯示不同的顯示狀況 讓你在不同的停車環境下 它都可以會有更好的一個停車的輔助 就是讓你叛位其實更容易 沒錯 雖然它是大概4米4左右 但畢竟我覺得現在車真的太多了 對 你要掌握車身所有的細節的話 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開這種車的人我相信很多也多數時候都是在都會中穿梭 對 沒錯 那為什麼我剛才說 就是在質感面跟很多傳統跟新穎的部分取得一個很好的評論 首先質感面就是有沒有發現 關鍵這台車這個定位 其實它有這樣子的幾筆其實不多見對不對 對 通常是比較性能車款的時候才會有這個 我記得它改款之前是亮面的示板 對 有些人覺得說 那可能我不是不喜歡亮面的 那這時候現在你看 它給你就滿滿的這種運動氛圍 對 這種類吉皮 然後搭上這個方向板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整體質感相當好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來 我要講一下這個空調介面 第一個AirCare就知道它有一些過濾空氣過濾的功能 甚至溫濕度的控制 對 過濾粉塵 對 那你看它把這個什麼 風量加回來實體按鍵 以前要到控制螢幕裡面去 對 沒錯 對 那因為其實有很多車主的反饋 然後就說希望能夠有實體按鍵 其實會比較方便 對 對不對 因為台灣有時候你從台北開去 台中 高雄 溫差很大 對 階梯式這樣子 對 它現在就多了一個更加就是親切的一個操控方式 我覺得這個很棒的代表說這個品牌 其實我不是一昧的一直走向數位化 而是我有去聽消費者在用車的一些反饋 就是說好像這些東西我覺得用實體按鍵在操控上會更為直覺 這個是很棒 但是我說新穎的部分是什麼來 無線充電跟這邊有 它其實車上有四個Type-C的插座 對 後座應該也有 對 駕駛座這邊就是前兩個後面兩個 對 沒錯 那無線充電的部分原本的功率是5瓦 現在的3倍變15瓦 那Type-C的部分原本是15瓦 一樣是3倍變到了45瓦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也很貼心 我相信很多Shikoda的車主也都知道 在後視鏡旁邊還有一個小的Type-C 對 在這裡 對 那如果有時候我們要裝個行車紀錄器等等的話 它就是會相當方便 就不用線拉這麼長 以前我們外接啊 真的是它還要幫你長線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就是板件它要拆掉 塞的很裡面或者是要拆掉 對 要拆掉之後幫你弄好之後再把它放回去 對 就會比較麻煩 但這個就相當的直覺 那我剛才有提到包含那個駕駛套件裡面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來駕駛模式 按給大家看 節能一般運動以及個人化 它就可以針對你不同的駕駛狀況 比如說你市區通勤我想要節能 或者是你今天來到一個比較沒有人的地方 比較沒有車的地方 你想要好好享受一下這個底盤 帶給你的駕馭樂趣 就可以自己做切換 這個很棒耶 而且你看整個年輕的風吻 還有黑頂棚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真的以這個價位來說 加上這一次的進化 基本上該有都有了 你想要黑頂棚啊 我常常看到有一些消費者 他們可能選擇某一些車款 就說哎呀好可惜喔 就是頂棚跟譬如說旁邊啊 那種運動氛圍就有差這個 對對對 它就沒有整體性了 好那剛才小夜代我們看到了 譬如說像這次有多了一些 駕馭樂趣的套件嘛 有很多行車的這個模式可以切換 甚至於有一些換檔撥片啊 以及比較實用性 例如像空調啊 它有一些實體的按鍵 但是實際上路呢 改款之後的Skala呢 是不是能夠符合你的期待呢